千萬向前衝 理財放輕鬆 歡迎收看股市權威 台股因為擔心 武漢肺炎疫情的擴大 而且這幾天 其實我們看到 國人旅遊常去的日本 韓國整個疫情 迅速的擴大蔓延當中 所以其實目前 當然恐慌的情緒 似乎又悄悄的升溫了 不過股市 基本上 還是現行來講話 因為你可以看到 就算是最近 整個疫情 有慢慢又加溫的跡象 但是今天的最低點是 11512 並沒有跌破 前波低點 也沒有跌破 2月3號的最低點 到目前為止 仍然是呈現底底高 一個低點比一個低點 逐步墊高的跡象 所以每一次的利空消息 打下來 其實就是財富的重分配 好的股票 你就要把握 當然不好的股票 就要趕緊斷尾求生 太弱換牆 我想整個疫情 當然 現在當然 你說要看到一些真正 能夠帶動股市回升的利多 目前是沒有 普遍來講都還是利空 可是 我想威央老師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跟大家談很多次 就是利空的背後 反過來看 其實它就是利多 前面講的是大陸的停工 封審 封城 封閉市管理 這些動作 它有沒有可能永遠 當然你知我知 不可能的吧 所以當停工利空出來之後 股市開始反映 如果反映完畢 發現低點 沒有跌破前滴 接著停工 慢慢過去之後 就是復工 開工 所以利空反映完之後 利多就跟在後面 黑夜的盡頭 就是光明 這個想法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改變 今天是2月24號 大家知道是什麼日子嗎 不是說情人節又過了10天 不是 2月10號是當時 大陸爆發武漢肺炎 然後春節過後 他們封城 然後停工 第一批申請復工的日子 就是在2月10號 所以從春節過後 大陸的停工 到了2月10號 是第一批的復工 那2月10號 你再往後加個14天 這個隔離 那今天呢 就是剛好滿了14天的日子 隔離滿了14天 所以代表大陸 大陸現在會有很多很多的企業跟員工呢 加快速度去拼復工開工 那當然事情呢 還是這麼一句老話 總是呢一提兩面 當大家大規模的回到工作崗位上工 增加呢 開工率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發生群聚感染 這個風險當然它也會提升 這是站在疫情控制的角度來講 是比較不利的 因為當大家都回到工作崗位的時候 當然群聚感染 這個就要進一步留意 會不會呢 又有大規模擴散的跡象 可是呢 就在這個同時 也從中國大陸呢 傳回了很多好消息 包含呢 各個城市 各個省份 各大企業 目前的開工率 超過五成 六成 七成以上 那中國大陸 原本呢 今年的經濟 GDP 要保留就很困難 這一次碰到武漢疫情 有可能連4%都站不上去 這個在過去這二三十年 你很難想像 中國大陸的GDP 小於4%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甚至呢 習近平都承認了 這是從中共 這個執政以來 算是有史以來 最大的一次 這種疫情危機 所以接下來 中國現在要做的動作就是呢 全力拼經濟 疫情要不要管 當然要管 要不要持續的加壓控制 還是需要的 可是呢 不能再耽誤經濟了 這個就是呢 共產黨做事的決心 他當然也知道 會有後續可能增加 群聚感染的風險 但是經濟 再不趕快呢 有一些積極的作為來提振 可能呢 會比全世界 所預估所想像的 還要更慘 所以目前來看呢 經濟面的利多 反而會開始出現 那我們就舉 那我們就舉前兩天 2月21 2月22號 其實中國呢 分別呢 這個中央 開了兩次的重要會議 都是針對呢 要加大加快 5G建設的力道 就在前兩天 2月21 2月22 那這個目的呢 其實就是希望透過 政府帶頭往前衝 企業呢 趕快動起來 加快5G的投資建設 那把整個呢 經濟的內需 能夠呢 點火 能夠讓它呢 開始走望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中國大陸的股市 並不是像外界看到疫情那樣子 反映出非常負面悲觀的一面 其實最近大陸的股市 也是越走越強 其中呢 我們就來觀察一些 跟5G有關的股票 像中興通訊 各位看一下 今天股價呢 漲停板 這一波 已經呢 從32.2 漲到50塊錢以上 大漲了56% 那爆發 武漢肺炎疫情之後 股價也是呢 一路往上 你可以看看 這種股票 在大陸 大家根本 沒有因為疫情 而盲目的亂殺 它反而呢 是很明顯的 多頭格局 那類似這樣子的 5G概念股 持續的 走升 創高的 還不只是中興通訊 各位看一下 以大陸呢 5G相關受惠的 還有這一檔 PCB的深藍電路 這一波從低點 到目前為止 今天股價也是呢 大漲 創新高 漲了87% 各位再看 生意科技 漲了62% 那我們再看 中繼續創 這是光通訊 網通的股票 也漲了54% 那這只是呢 眾多5G概念股裡面的 其中幾檔 事實上 你不管是去看 今天大陸盤面 在漲什麼 或者說 這一波因為武漢肺炎 大家擔心 利空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股市會不會很凄惨 其實大陸跟5G相關的概念股 都好像沒什麼事情 而且呢 就一個比一個猛 有的是創一個月高 有的創三個月高 有的呢 都創歷史新高 就一路這樣大漲 多頭的股票相當多 而且呢 大部分都是環繞在 以5G為核心的一些 受惠產業 所以其實這兩相對照 說實在 如果我們就整個 疫情的控制來說 不管是確診人數啦 或者說死亡的病例 台灣控制的是非常的好 台灣的疫情呢 遠比呢 大陸 日本 韓國 東南亞國家來得輕微 可是呢 台灣的股市 卻幾乎成為這一波呢 少數全球股市當中 沒有辦法去封閉 武漢缺口的市場 我們看 武漢缺口在這裡嘛 台灣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去封閉 而且呢 別人跌的時候 我們也跌 別人呢 新增確診人數大增 像日本 韓國 那我們也要呢 在股市上面一起陪葬嗎 沒有道理嘛 台灣今天呢 又拉回 又大跌 那其實 你看看 5G的產業 會不會因為這次 疫情而改變發展的方向 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 科技的腳步是不會停下來的 那甚至可以說 5G的投資建設 還因為要拼經濟 更加大 加快力道 所以台灣的商機 真的是要留給呢 懂得把握的人 我講再多 講到呢 這個口墨橫飛 可能還是呢 很多人 左邊聽 右邊出 今天也許 你在看我節目當下 聽聽覺得有道理 可是 晚一點你打開電視新聞 哪邊哪邊 新增的確診人數 又增加的時候 嚇到你又想要 趕快把股票呢 全部清一清 亂殺一通 其實你可以看看 整個武漢疫情的風暴核心 是在中國大陸 結果呢 大陸5G的股票有多強 那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們也許一時半刻 這些呢 產業鏈當中 真正受惠的公司 還沒有呢 走出像大陸股票那種 多頭的格局 很多都還在這裡整理 沒有關係 因為早反應 晚反應 它終究會反應 那只要我們認真做功課 知道哪些股票 真的是被低估的 真的後面業績會很好 現在如果還沒有呢 全面噴出大漲 這反而就是機會 所以大致上呢 科技股的布局方向來講話 我要先給大家一個重要的結論 今年呢 的確呢 存在下修風險的 就是在於5G的手機 所以整體來講 智慧型手機的相關供應鏈 佔比越高的 那可能在營收獲利 下修的風險也會越高 那目前來講 這相關的手機概念股 你可以先避開 因為的確這一個部分 會比較有股票再跌的風險 那選股呢 換股呢 資金往哪頭 其實基本上呢 剛剛所講的就是重點 5G所帶出來的基地台商機 基地台的相關零組件 基地台供應鏈 這個就是呢 現階段要趕快把握的 而且呢 真的速度要快了 因為你已經看到 5G在大陸的股票最近這麼的強 台灣我相信不會再壓抑很久 那除了5G基地台相關的股票之外 那包含呢 其實有一些剛性的需求 或者說呢 整個趨勢還是呢 不受到疫情影響 還是持續成長的 比如說像TWS真無線藍牙耳機 或者說像蘋果今年有一些呢 產品的新的規格 包含鍵盤的規格 手機規格的一些改變 這個發展方向都值得留意 因為它帶來的是新的上機 從無到有或從一呢 到二到三 這種倍數的成長 那另外呢 就是本身呢 不受疫情影響 可能你的產能 都放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市場 或者說呢 整個產業的特性 像是比如說 在宅經濟的部分 有遊戲股 或者說像生技股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它都不太 會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現階段呢 都可以好好把握一下 那我們呢 來談兩檔呢 新的股票 那這兩檔新的股票呢 才剛開始切入 都得到了 還不錯的一個回報 其中第一檔呢 是遊戲股 3546宇峻 那今天的呢 股價呢 大漲 那我們看到 以尾盤來說呢 今天就是衝高到最後 收債呢 今天是115.5了 那以這一波宇峻來說 算是呢 在遊戲股當中 跌的時候呢 也沒有什麼受到影響 那今天很快又漲上來 那為什麼能夠這麼強呢 什麼題材 這個待會呢 我們再來做補充 那另外一檔呢 這個今天呢 切入之後呢 直接就是攻到了漲停板了 是6538倉和 那也算是呢 老朋友了 長期收看威老師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在去年呢 大概第二季之後呢 就開始了 切入了漲盒 那這中間呢 都撞過幾波 那以漲盒來說 今天為什麼能夠 攻到漲停板呢 最主要的是 它目前 所屬的這個太陽能產業當中 它所提供的產品是沒有呢 人可以替代它的 因為呢 它獨家研發的 以Pi為材料 所做的網板印刷 那目前呢 僅此一家 那這個可以取代過去呢 傳統的這個 乳化的網板印刷 那能夠呢 減少太陽能電池廠 在銀漿上面的使用量 那降低成本 並且提高電池的轉換效率 那這個價格因為呢 比過去傳統的產品 高出了兩倍 所以呢 對於這個公司來說 其實它為什麼 在去年 先是由虧轉營 接下來呢 營收跳上去之後 毛利率往上 獲利呢 大爆發 最主要就是呢 量跟價 都是呢 大倍數的成長 價格的部分呢 是跳增了兩倍 那量的部分呢 因為目前呢 陸續接到了 中國太陽能電池 一線大廠的訂單 那持續的擴充機台 去年呢 從18台新增的4台機台 來到22台 那今年的上半年 還會持續在擴產 下半年呢 並且會再導入 第二代的機台 而第二代的機台的產能 將會是第一代的兩倍以上 所以我說呢 它的新產品喔 價往上 量也是呢 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 除了去年虧轉營 高速度的成長之外 那法人預估呢 今年明年呢 都會持續的 高速度的成長 那最新來講的話呢 目前呢 國內券商龍頭 給了它 高達320元的目標價 那當然這僅供參考 只是告訴大家 其實呢 這個股價 為什麼能夠呢 整理一波之後 又向上噴出 其實 當然基本面的數據 非常非常強 這個就是投資的硬實力 那 照得住2.0 全面要升級 幫大家呢 把投資組合 持股呢 規劃到 更強的地方 來做操作 想要跟上我們小布 一起來布局的朋友 今天來電 威威老師等大家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晚間8點到10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我們立足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 都是經典 各行各業 交織成產業脈絡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 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商業台 掌握未來 每天看這麼多的數字在跳動 經過比較就會有比 外行在看熱鬧時 內行的已經在看得到了 錢 所衍生出來的十一柱形 這就是財經 全世界的任何風吹草動 所產生的蝴蝶效應 就是我們要告訴你的 財經 非凡商業台 從台灣放眼國際 從生活挖掘商機 從十一柱形出發 用最新的思維 掌握正確的趨勢與方向 我是曾忠譽 非凡商業台 全球新觀點 提供您理財新事業 好 現在因為LINE 對於像魏洋老師的 這個經營的平台來說 因為即日起了 訊息的收費制度更改了 所以我們會減少 發訊息的一些頻率 但是大家也不用擔心 我們有最即時 最重要的資訊分享 一樣都會放在LINE 裡面的動態消息 也就是所謂的主頁 但大家每天收到一大堆LINE 可能在你一兩天 沒收到魏洋老師訊息的狀態之下 可能我的股市權威陳薇良 都被你的LINE壓到底下去了 可能你也忘記了 所以今天魏洋老師 要提醒大家做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你可以邊聽就把手機拿出來 打開你的LINE 打開你手機裡面的LINE 今天要教大家的動作 叫做盯選 怎麼來做盯選呢 假如你是使用蘋果的iPhone手機 首先第一個步驟 把你的LINE打開之後 找到股市權威陳薇良 你可以直接搜尋 找到薇良老師 股市權威陳薇良 那會出現像這樣子的畫面 有我的大頭照 以及股市權威陳薇良的字 這個時候你就按住之後 往右滑動 你的手往右滑動 滑動之後會出現這樣子的符號 這個符號是不是長得像一個圖釘 這就是所謂的釘選 你就把它按下去 把這個圖釘的符號按下去 那按下去就表示 你完成了釘選 那如果你要進一步確認 這時候再重新來看一下 這個剛剛講的大頭照 股市權威陳薇良 那麼在大頭照的這個下方 就會出現有圖釘的符號 那就表示你釘選完成了 那因為你的LINE裡面 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有非常非常多的群組 那可能薇良老師 已經不知道掉到下面哪邊去了 那你導致常常錯過一些 重要的資訊內容 那你把它釘選之後 基本上就所謂的一個 置頂的概念 那我們的LINE就會在上方 那你就比較不會錯失重要資訊 那假如你是使用非蘋果的安卓系統 那其實操作的方式都是類似的 第一個步驟一樣 當然是先打開LINE之後 搜尋股市權威陳薇良 那出現一樣大頭照 跟股市權威陳薇良的字 那這邊你就是你的手按下去 不要放 按下去不要放之後 那它出現幾個選單 那其中有看到釘選兩個字 你就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釘選這個字 那同樣的完成釘選之後 在大頭照的下方 就會有這個圖案 就表示釘選完成了 那這樣你就當然以後 比較不會錯失 魏洋老師所分享的一些 重要的資訊 那當然這個資訊呢 它不會像以前 傳訊息這樣子跳出來 所以釘選只是方便 讓大家呢 在你的LINE的眾多群組 跟好友當中 能夠隨時去留意到 股市權威陳薇良 至於說裡面有沒有 最新的資訊 大家還是要 點進去我們的LINE裡面 然後到主頁去看 或者是呢 如果你要看節目的話 點進去股市權威陳薇良之後 下面目前有四公格 那其中如果你要看 我們每天最新的節目的話 就在這裡 台股影音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大家如果在 聽完老師的說明解釋 還是有問題的話 不知道怎麼操作釘選 或者說不知道怎麼收看節目 沒有關係 你都還是可以呢 隨時打聽話到我們公司 我們客服人員呢 都會帶著大家 一個一個步驟來完成 那照得住呢 也要全面的升級 威力加強版 要告訴大家呢 三個重點 第一個呢 抗疫檢查 滴水不漏 那就像呢 我們現在 手中的持股 到底 會不會又被這個疫情干擾 打下去 會不會回撤前滴破前滴 其實你要很清楚知道 什麼樣的股票 你必須要 趕快的去做轉換 所以我們會幫各位呢 去徹底做好持股的檢查 第二點呢 危機封鎖 全面隔離 那有一些股票呢 接下來的業績 恐怕呢 還有很大的修正風險 那股價呢 當然也恐怕 還要持續低迷好一陣子 那我們當然要保護 各位的資金 拉起封鎖線 對於這些弱勢的股票 我們也當然要全面隔離 那最重要的是第三點 幫你呢 找出免疫力強 能夠照漲不誤的股票 那你說 盤面消息這麼多 疫情呢 每天呢 都有新的發展 真的有免疫力強的股票 能夠呢 在利空當中 持續上漲嗎 那威陽老師的眼光就是不一樣 因為我們 除了注重呢 領先的趨勢 我們呢 也從國際的角度 看美股 看陸股 我們來看 整個產業的連帶關係當中 有什麼公司 他的業績一定會很好的 就像呢 剛剛上個階段 一開始就跟各位提到 當大家在擔心 疫情的利空的時候 你看看中國大陸 5G相關的股票 中興通訊 這一波呢 漲勢有夠強的 創新高 今天漲停板 深南電路 股票呢 大漲 創新高 漲了87% 生意科技 那這個也是大陸的PCB 受惠於5G的基地台 大漲了62% 光是從疫情爆發以後 基本上呢 短線只跌兩天之後 就開始一路暴衝了 再來我們看到呢 像中繼續創 股價呢 也已經大漲了5成多 那大陸是武漢疫情的風暴核心 可是呢 很多產業的投資 它不但不停下來腳步 它反而呢 後面它要加快速度去做衝刺 因為呢 大陸要拚經濟 這一次武漢疫情真的是重創的大陸經濟 所以它必須從內需來著手 從投資來 加快整個帶動經濟的馬力 那這邊來講的話 5G就是最重要的環繞焦點 那台灣呢 免疫力強的股票 除了呢 也是從5G衍生出來之外 那你可以找一些 目前來說 它的借單非常非常明確 它有新的產能 新的訂單 新的客戶 那它也不怕呢 最近盤面的利空 像3546宇峻 這是遊戲股 那走向呢 自製手遊 那通常來說 國內很多遊戲股 都是靠代理為主 那宇峻呢 自己去 把這個經典的IP拿來呢 開發成手遊之後呢 三國群英傳M 目前呢 在兩大平台 安卓跟iOS 上架之後呢 成績都非常好 那今年預估呢 獲利可以大幅度的倍增 所以股價呢 強勢的往上噴出 那今天呢 創下了波段新高 那另外呢 受惠於目前呢 整個太陽能產業的需求 PEI網板印刷 能夠呢 讓倉和的毛利往上 營收帶動獲利大幅度跳增 連續兩年都會是高成長 今天股價漲停板 創下的是歷史天價 那這些股票 從它的技術面來看 你可以看得出來 都是呢 免疫力非常非常的強 那當然呢 聽完威老師介紹 你不必去做追高 因為呢 我們還有其他的好股票 要帶家族朋友佈局 其中我們鎖定了一檔呢 傳產的低價轉機股 那未來的力道 也會超乎大家的想像 有興趣的朋友 今天來電 把這個機會留給你 把握趙子柱2.0的計畫 今天呢 立刻來跟我們做個聯絡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因此負投資風險